同样是模范劳工 桃园市今年一共表扬了372位 那么其中呢 贵智浩 他原本是科技新贵哦 后来决定放弃勾心 转行成为了烘焙教师 他经常会协助工会 从事一些工艺的活动 让若是能够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品尝到温暖的滋味 在省无科大成功高中 担任烘焙教师的贵智浩 原本是一位科技新贵 在科技业担任硬体研发十多年 因缘际会下接触烘焙 让他兴起了转行的念头 于是他在2015年放弃高薪 于桃园成立烘焙工作坊 正式转行成为烘焙师 贵智浩目前拥有面包蛋糕 中式面食等六张以及执照 除了在学校教课 也在工会培养弱势及二度就业者 学习一技之长后 能够顺利就业 其实一开始在科技业 就是觉得他的那个 工作的一些压力 会比较沉重一点点 大概在2015年 201516那时候就分 离开那个科技业 然后正式转到烘焙业 那其实会接触烘焙是一开始 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 去上过一个面包的课程 我觉得启发我一些不同的兴趣 和一些想法 我觉得说在这制作的过程中 也还蛮乐在其中的 除了协助就业 每逢过年过节他也担任志工 在教室里烘焙牛嘎糖 月饼饼饼干 发送给弱势民众 用点心温暖大家的心 因此他获得百货食品销售员职业工会的推荐 成为今年的抹饭劳工 需要什么帮忙都可以找他什么的 那我会觉得说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就是一种感觉 那就是跟理事长的感觉是对的 所以我觉得只要在理事长需要的时候 那我有时间我就会过来协助 这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贵之后说转行之后 他开始体会慢活人生 在烘焙的领域上 他会持续的发挥所长 照亮他人 之后 感谢观看